我以前真的是很幼稚 就是很不会想 就是那时候我有个怪癖 我就是每天我会存一点零钱 就是因为拿零用钱 然后找剩下的钱我会存下来 他很好啊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不乖不听话 他就不给我零用钱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就是我不能存钱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要自己去赚钱 我就自以为自以为是很丑 就离家出手 然后自己靠自己赚钱 就也是 几岁的时候 也是国小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节俭的美德是从小陪 对 那时候就很生气 以为自己可以在外面赚钱 就有一天固执还是回来 我小的时候是有点牵强的 真的啊 真的 春节是好事 也不需要记得离家出走 真的 严 阿伟 我曾经也有离家出走过 因为小时候很想要留长头发 但我家很严 就一定要非常的短 短到有一次 你妈妈是贵的 就很短 我以前超想要留 郭富城那个头 因为超流行中的嘛 对 那时候就是我妈就是 我家人就是坚决反对 然后我也是就剪了一个超短的 然后我在洗澡之后就痛哭 然后就我妈以为是 哪里的猫在叫那种 就哭得很惨 然后晚上我就偷偷跑去我朋友家住 然后住一个晚上 但是也是不敢太晚 就立刻又回家了 会打牌是不是怕 你打分之力家住的 最常有出去过多久的 应该不会过夜 我没有过夜 过夜过了 有过夜过 你们要去同学家玩吧 对 我就是以前就是 怕被少年最追的 对 太晚回家怕被妈妈打 然后我就躲到那个 我们家附近的公园 然后躲了大概 一天半吧 我一天一天半 我一天我妈开车 经过找我的时候 就是 她知道我喜欢去的公园 她就下来 然后说 我妈就叫我全圈 全圈 出来 那哪 你还叫我 要到了 要到了 不如不理她 她说 全圈我帮你买麦当劳 我就出来了 老师看麦当劳 好像看到主意 好容易出来了 麦当劳 很了解你 麦当劳超 超有的 我现在你们的那个 离家出手经验 怎么听来就有点搞笑 对 就是都不是乃真的 很单纯啊 对啊 好啦 不乃真的 怎么样 老爸云 你有要补充的 原本你说离家出手多久 离家出手有过一个月 哇塞 真的假的 太久了吧 为什么那么欠揍 你是一条硬汉 因为那时候 就是 爸爸就 就是 跟爸爸就长吵架 然后他就拿电线抽我 哇 抽我全都伤了 我就 气到 我就说 东西收一收 我就出门 然后就去朋友家 揪了一个月 然后 Terry家 没有不是Terry家 不只Terry家 就是还有很 你已经在豹豹桃楼的时候 在豹豹桃楼 哎呦 然后那时候 没有钱 然后就知道 因为那时候通费 一天才1500 然后一个礼拜很快就没了 我们说 妈我没办法 快点给我钱 我不想回家 真的 不然也给我一点早餐吃嘛 是不是 对啊 那时候就早餐了 真的 现在 现在可爱爸爸了吧 现在 现在跟爸爸很好 现在应该比较好了 对啊 你家人还是最好的 对啊 一个月你真的很欠揍 好啦 第二个 第二题来请看 是什么来看看 五题 都曾经一带 大哭 A的大人 大人 A的大人 爸在我面前大哭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那个时候我爸跟会 哇 被你搞会 他跟会 还是自己家里亲戚的会 那会钱 七八万的会钱 直接拿走 然后去干嘛 就是买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 后来被我爸发现 然后我爸 没有 先被我姑姑发现 我姑就跟我爸讲 有一天我在房间打电动 我爸走进来 亲戚啊 天马 我爸 偶越你 当一场 有